很不 I didn't get the award 只差一分就輸給交票 你差一票 那誰沒投我 你可以調查得出來嗎 說實在的就是 我真的心裡會想說 會不會聽到我的名字 因為我媽坐在樓上 然後想說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可以說媽我得獎了 結果他們就說是 講真的 我內心真的有一點點失望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有風度 因為畢竟交交 你看她在連頒獎人 她都可以講話妙語如珠 然後Lulu也是人很好 人緣很好 然後我覺得她一直走過來 就是給她一個獎也OK 就是也合理 其實我一進場的時候 我就看到她 我就這樣 她說 她說 你現在蹬會不會太早啊 等媒體來 你在蹬好不好 我覺得她的功力 還是非常的深厚 所以我覺得 拜給她我覺得 我心服口服 會不會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 居然被嬌嬌哥 但是我真的很感謝 因為現在疫情還在 就是 比較嚴重的那個狀況下 讓我們戴上口罩 不然如果沒有口罩的話 我真的很怕我的臉會太僵 所以我有口罩之後我想說 OK 把我的臉擠出來 應該就會感覺很誠懇 那我聽到說 你一定要找給我 我想說 那今天金鐘獎 告了一個段落 就是一個 讓我可以放鬆的時間 所以明天就想要去找 DICE 因為她畢竟也是 CD想聊的製作人 想要去她們家 跟姊姊還有姊夫 就是 全部 I didn't get a You know Award 就是希望 就是可以從她那邊 獲得一些安慰 我沒有獲得獲得 沒關係 I mean Last night Most beautiful Last night 但是有看到姐夫第一代 因為她帥 還是歐巴比較帥 當然是我的歐巴 可是我不得不承認 就是 志玲的老公也非常的帥 然後我在後台有跟他 那個一起接受訪問 然後他非常的紳士 可是我有跟他講說 我的歐巴還是很帥 然後他就說 我還是有客套跟他講說 但是你也很帥啦 但是我覺得我的愛 沒有辦法再分給其他的姐夫了 我的那個歐巴還是No.1 反正我的姐夫胸部已經答應我要來上節目了 當時周杰倫也有答應我 不知道他會不會那個裝沒事 然後 有嗎 有嗎 他有答應我 差別之類的 你是新年年人留在一起嗎 哇 如果可以的話我當然一定是 我覺得留在一起有可能 因為他好像蠻喜歡我的 我聽我的胸部說 他說他覺得我是一個很討喜很可愛的主持人 也許第二季就可能不只是台北 台灣可能韓國啊 日本啊什麼都有機會 然後智琳姐姐啊 智琳姐姐應該也要上一下我節目吧 不過如果他們倆願意同台的話 我當然是非常樂意 只是說那要請兩個翻譯節目會很長耶 好 快去訪問得獎者啦 謝謝大家 謝謝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大家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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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ario